美国科学杂志网站9月26日文章 原题 在针对与中国有关系的科学家的案件中 联邦欺诈指控土崩瓦解 三家联邦法院上周裁定 美国政府在根据有争议的中国行动计划 起诉美国学者方面做得太过分了 美国司法部律师之前认为 华裔化学家陶峰材料学家程正东 数学家肖明庆有意向资助企业研究的美国联邦机构 隐瞒了与中国机构的关系 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并欺骗了美政府 然而上周堪萨斯州 德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的法官 要么宣布一些最严重的指控无效 要么对较轻违法行为做出相对宽松的判决 一名法官推翻对讨的欺诈定罪 另一名法官撤销对城的九项欺诈指控 第三名法官以未报告外国银行账户为由 判处销缓刑而非监禁 法律专家说 美国司法部关于什么构成 欺骗资助机构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塞顿霍尔大学的法律教授 中国事务学者马格丽特·刘伊斯说 这些结果表明 政府对案件的基本依据是有问题的 他至于对通常被视为 民事或行政违规的行为进行刑事定罪 检察官的主要职责是伸张正义而不是定罪 2018年特朗普政府推出中国行动计划 试图打击经济间谍活动 该计划导致对二十几名学术科学家的指控 他们大多有中国血统民选团体说 这凸显对亚洲人的偏见 后来检方撤销对许多人的指控 或未能赢得陪审团的裁决 上周美国司法部遭遇新挫折 在逃弹检中 地区法官朱利·罗宾逊采取不寻常的措施 撤销对他的三项欺诈罪判决 陶德律师彼得·齐登伯格认为 在任何其他类似案件中 美政府都不会想到提起欺诈指控 可一旦涉及美籍华人科学家 和与中国有关的任何事情 检察官却不采用通常的评估程序 罗宾逊的裁定呼应了 其他中国行动计划案件的类似结论 例如2021年9月 美国地区法官托马斯·瓦兰宣布 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的机械工厂师 胡安明被恐欺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 六项罪名不成立 瓦兰在52夜采取中邪道 没有一个理性的陪审团会认为 胡未披露与中国大学的关系 目前不清楚还有多少中国行动计划案件 美国司法部2月份宣布对该计划更名 因为他对美国的华人科学家产生了寒蝉效应 并助长了不容忍和偏见 但习登伯格表示 他尚未看到美政府对其所称的 抵制对民族国家威胁的战略 有任何实质性变化